所以这法觉知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今天这法是 责成负面的反方向的 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以人为本 完全是以自私自利为本 这还在聊吗 这个选择错了 现在的教育 从幼儿园 到研究所 无不是在教竞争 竞争这两个字 在中国古典里面找不到 中国几千年教育 没有讲到竞争 古老的圣贤 连教育都叫人忍让 不整 中国古老的教育 很少讲到国家 你看看古迹 提到 是什么 天下 不是讲国家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王圣极倔学 为天下开太平 中国人的心 中国人的心胸都大 佛法家 量大 佛大 佛菩萨的心 心胞太虚 两周杀戒 这是东方人教育 中国传统的教育 跟外国不一样 竞争 竞争在提升 就是斗争 斗争在提升 就是战争 那今天的战争 是和子战争 生化战争 那是 毁灭 整个地球的战争 所以这种战争 没有输赢的 同归于尽 也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家一起死吧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这是人干的吗 是个有智慧人干的事情 所以汤恩比波斯说的好 英国人 解决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与大臣佛法 这外国人讲的 孔孟学说是什么 大臣佛法是什么 现在世界这么乱 我们要用最简单的言语 最少的词汇 大家能接受 能欢喜 才能回归到 孔孟学说 大臣佛法 所以我只提出四个字 孔孟学说 孔子说成人 孟子说取义 能语上有一句 学生 对老师的看法 父子之道 中数而已 这两个字好不好 我们取孔孟四个字 人 人得爱人 爱人就不能杀人了 义 义得寻礼 孟子讲的 齐心动念 言语造责 或勤 或离 或乏 这叫义 忠 用心 不贫 不邪 恕 对现在的社会 特别重要 一切人所造的罪悟 都要饶恕他 不要去追究 孔子 除世的态度 尘事不说 事情言读成功 别再讲了 做错了 也不说了 随事不尽 看到他做这个事情 肯定会做成功 别劝他了 没用 他不会接受你的 既往不救 过去的事情 不追究 这样人心 就会定下来 在稳定当中 来接受 圣贤教育 这个社会 就有救啊 以前犯的那些过失 是正常的 是应该的 为什么 没人教嘛 他才会做错事嘛 所以不必去追究 宽大 为怀啊 大臣的教育 也是四个字 真诚 慈悲 孔孔跟大臣 和起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 能不能救学会 能 能不能救地球 能 要有 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去推动啊 这影响力是什么人呢 我常说的 两种人 能毁灭地球 能拯救地球 一个是国家领导人 一个是媒体的主持人 媒体 媒体天天在叫啊 这是早些年 我跟刘长乐 第一次见面 我告诉大家 你们搞媒体 主宰媒体的人 你是要救世界 还是要毁灭世界 都在你眼里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自罚了 媒体不是坏东西 它没有善悟 它是工具 你怎么用它 你要是用媒体来教学 来教圣先之道 来推动宗教教育 那这个媒体好 就救世界了 如果这个媒体的内容 每天就播放 杀盗盈望 暴力色情 你就把这个世界摧毁掉了 这是大死 这不是小死 这不是小死 主宗教育 最后再救出 这不是什么